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常见的猪死原因就是心机梗塞 有一类的病因猪死的时间 通常是在做运动的时候 有一类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有一类就是突然受到一些惊吓的时候 做运动和受惊吓会猪死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但为什么连睡觉起床都有机会猪死呢 原来是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很放松 起床的时候突然活动 加上会提高血压的皮质纯水平 在早晚都有不同 心脏负荷就会在那一刻突然增加 除了这些原因之外 温差亦是其中一个原因 例如冬天很冷的时候 有一个很暖的室内地方 突然走出室外突然很冷那一下 这是因为在温暖环境的时候 血管会扩张 特别是手脚 心脏负荷就会小一点 但当人突然去到一个很冷的地方的时候 血管就会突然收缩 令心脏负荷急剧增加 急性心肌梗塞的人在心跳停顿之前 会胸口痛 眼前一刻 心跳交速 如果见到附近有人跌低 而且没有心跳脈搏 就要尽快急救 愈快愈好 有心脏除战气的话 可以根据指引去用 做心肺复苏 希望维持到它的弓血 脑和身体其他主要器官的弓血 第一个会受害的器官就是脑 我们讲其实脑细胞 基本上大概缺氧三分钟开始 已经开始有脑细胞坏死了 要避免心脏病发导致猝死 知道自己有先天心脏问题的话 可以考虑植入自动除战气 至于其他人 就要培养良好饮食习惯 低糖低盐低脂的饮食 不要让自己肥胖 如果有糖尿病 或者有胆固醇高 要定期复诊吃药 另外当然也要有运动的习惯 如果你本身是没有病没有痛 本身身体健康的话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量力而为 一下就把自己推到极限 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个 计时炸弹在里面被你引爆了 发觉自己有不舒服的时候 要懂得停 有点凉 你不懂得停 我感觉很累 我感觉很累 然后不能休息 一粮的血压 二百二十多 然后立刻给我抽血 给我血压药 然后我和姑娘说我不吃 我还未接受到 吃的软药 不然年纪不大 不然年纪不大 又有血压高 又有心脏病 最初我都接受不了 其实是很好的 四十七岁的吴生在几年前 发现有高血压 因为没有特意食药控制 结果就出现病发症 心脏三条主要血管都塞了差不多八成 那条血管很幼 我做了两次手术 因为它不可以一次过和我做三条 太危险了 造成这么严重的心脏问题 除了因为不生以前有吃烟喝酒的习惯之外 高血压也是一大有因 所谓上血压就是心脏收缩的时候 就是对于血管造成的压力 下血压就是当心脏是舒张的时候 在血管的压力 当你的上血压是120至129 那就是一个叫偏高的血压 但当你的上血压是130或者以上 下血压是80或者以上 那就叫做高血压了 高血压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 原发性涉及年龄肥胖 食烟喝酒这些高危因素 至于继发性就和身体其他器官有关 有肾病好像是肾上腺流 和甲状腺分泌出现问题 都会比较容易有高血压 即比正常 每升高20度 其实你有心脏病 中风的机会 其实都会增加倍 我们看到年龄越高 血压高的比例就越高 如果是65岁以上 其实有超过六成人都会有血压高 观察所得 的确是多了一些年轻的人 是有血压高的问题 就运动少了 肥胖的情况是普遍了 倾向应该是摄取多了一些炎份 或者蜡质 年轻的人 大概三四十岁 其实都会有一成半的人 有血压高 再年轻一点 35岁以下 都有百分之五 如果高血压在他未引发病发症之前 其实就未必有什么症状 当血压高的问题是长时间 令到身体出现了一些器官的损坏的时候 病人就可能会有病发症 心脏血管可能会出现足弱硬化和收窄 长远引发心肌梗塞 脑部的病发症就包括脑出血或者缺血性中风 有没有高血压都好 控制好血压 怎样都会对健康有帮助 例如在饮食上尽量少盐 吃多些蔬果吸收甲质 另外亦都要戒烟戒酒 控制体重 每天做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中等强度的运动 这些生活习惯都有助降血压 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后 血压仍然高的话 就要考虑药物治疗 现在我这几种药都是降血压 喜欢吃药的 早晚 戒烟 煎炸 和肥腊 吃多了菜 因为我以前 一些菜都不会碰 现在接受到一点 上下楼梯 觉得气喘 心跳跳到很乱 是差在眉云低 一分钟左右 就是回复正常 出现了很多次 我初初不以为意 迷了一点 还有什么 就去看医生 我的心脏是发达的 十几年前 孕婆婆突然出现不同病症 求诊之后 发现心脏出现不少问题 那时未说心脏衰竭 只是心律不正 防战 二尖反有倒流 因为病情一直都不算很危急 所以婆婆在两年前才换了心脏 不过他心反的问题 其实一早已经引发心脏衰竭 其实心脏衰竭就是 心脏输出的功能 就减弱了 有四成的病人 都是因为观心病 引起心脏衰竭 另一个原因 就是心脏肌肉 就是减弱了 那个有三成左右 有一成就是因为高血压 一成就是因为心脏的功能出现问题 年龄越大 心脏衰竭的风险就越高 当心脏的输出能力减弱 人体就会积聚水分 水分在肺的时候就会气喘 在脚就会脚肿 在肚的话 体重就会无故地上升 要诊断出患者有没有心脏衰竭 除了照X光体的心脏有没有发大 医生也都会用心脏超声波 来观察心脏收缩的情况 看下病人的心脏射血分数 心脏射血分数 即是左心室收缩的时候 所输出的血液体积白分比 55%以上属于正常 35%至55%就属于轻微至中度减弱 而低过35%就属于严重减弱 太低分就可能要直入徐箭器 等病人心跳停顿那时即时电击 救回病人 心脏衰竭的治疗 第一 就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自我管理 就是一个恒常的运动 另外就是饮食那方面 就不可以摄取太多的盐分 或者辣质 吃东西那里都是要一个 三低一高 零反式的习惯 现在身体都是觉得很累 不够气 一个礼拜大约就做五日到运动 做八段感 我现在每日吃的药 就吃几样 吃血压药 吃心脏药 減慢心跳去预防我 心跳得快 摸血丸 去水丸 吃去水丸 就会流失甲 我又夹低 又要吃甲丸 適当的运动 证实了可以减低 有心脏衰竭病人的病症 但当然了 我们都需要有药物的治疗 有很多不同的药物 其实都可以慢慢 给病人用 都证实了可以减低 病人的病症 减少入院的需要 和减少死亡率 那时刚做文件 突然觉得心艺很频密 就立刻去看医生 我生活习惯一切都很正常 我有运动 我猜不到我会有心脏病 听别人说 就说得多 不觉得自己是胆固唇膏 有什么症状出来 是不觉得的 医生说血管失了8-70% 所以叫我立刻做手术通波 而我落岳而言 56岁的曾生在大概半年前突然心机梗塞 当时他不知道这是胆固唇膏所致 究竟什么是胆固唇呢 其实肝壮会制造胆固唇 它们是细胞膜和合成部分荷尔蒙的重要材料 而腸胃也会吸收来自食物的胆固唇进入血液 好胆固唇会将过剩的胆固唇带回肝壮 分解并排出体外 而胆固唇就会留在血管壁 慢慢积聚成斑块 当斑块越来越多 就会影响血液流量 而当斑块破裂的时候 血液里面的血小板 就会在破裂的地方形成血块 进一步堵塞血管 堵塞的时间越久 心脏肌肉坏死的机会就越高 引起心机梗塞 如果讨计学上来看 通常可能中年以上 有胆固唇高的机会会多些 因为你日积月内吃了这么多年的东西 但也不能忽视 有些可能是家族性遗传 一般都没有什么特别症状 除非有些病人很高很高 可能在你的皮肤上面 会有些线索给你知道 可能在眼皮或者眼底 有些枝丰粒积聚 要判断病人有没有高胆固唇 就要靠抽血 完全没有心脏病 健康的人 壞胆固唇水平应该是3.0 如果有糖尿病 水平就应该控制得更低 在2.6以下 如果病人已经有心血管问题 或者曾经中风 壞胆固唇水平就要进一步 控制到1.4或以下 我们没有一个年纪特限 去到哪个年龄层 风险一定会高一点 老实说 所以我们真的要视乎 每个病人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而去决定究竟想要去到多少 壞胆固唇 不想因为胆固唇高 而引起心臓病 最要是学会控制胆固唇水平 例如有些高胆固唇的食物 例如内臟、鸡皮、猪皮、蝦、蟹 可能注意量不要吃那么多 我绝对不会 建议大家完全什么都不吃 一天做30分钟以上的带阳运动 一个星期做足5天 这些研究都显示 可以帮助降低胆固唇 都会因应病人的心血管风险 以及真实的胆固唇的含量 而去决定 究竟需不需要加上药物去帮助 口服的药物可以降低 壞胆固唇水平 亦都可以减少长度吸收壞胆固唇 如果口服药对病人的效用不大 就会考虑用针剂 令肝脏可以吸收多些血液入面的怀胆固唇 即慢慢都睡不着 就休息 要休息 一休息就睡不着 就很辛苦 除了观心病 心脏一些结构问题 一样会引起心脏病 而梁太患的是比较常见的心脏狭窄 人的心脏总共有四块心脏 处于不同的位置 主导物心脏 就是连接着左心室 和主导物血管 所以简单来说 心脏开的时候 就会被血由心脏泵出来 合起的时候 就防止血倒流入心脏 当心脏没办法完全打开 影响供血能力 而打开的面积小过一平方零米 就叫严重狹窄 因为每一分钟 可能说有五公升血流过的 可能会得两三公升 可能会导致病人有不同的病征 除了心脏疑之外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气差了 因为血液流量减慢 绑不到出去的血 就会对左心房和肺部造成压力 久而久之导致肺积水 陈医生说梁太虽然有高血压 之前有通波仔 但是有心脏狭窄的问题 就和观心病没有直接关系 主要是和他的年龄有关 另外亦都有个别的研究 高胆固醇人士在变老之后 容易有心脏狭窄 不过具体的研究还在做 暂时未有定论 一般最常见的原因都是心脏叶退化 一般来说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可能是七、八十岁 但当然另外有些比较年轻人士 比如说五、六十岁都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俗称叫 雷风湿性的心反病 又或者可能有些病人 试过心反发炎 又或者有些人 可能说之前试过做电疗 电过胸部 有时都会影响到 可能说心反会变厚了 如果你不处理它的话 有五成的人 两年之内 其实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你说暂时没有药物 可以将结构改变的 所以你说唯一一个方法 就可能需要去换心反 得手术的办法 传统开胸手术要全身麻醉 打开胸骨 再打开心脏 切除有问题的心反 再将人工心反逢回去 那当然你说不好处 是风险会比较大 创伤性亦都比较高 所以你说有些可能年纪大的病人 有时如果他还有其他慢性病 可能未必说真的可以考虑做到 这十几年 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微创的方法 而微创手术就在大腿插入 预先放了支架和人工心反的道管 沿着血管去到主动物心反之后 医生便会将道管拉出 支架亦都会随即弹开 将有问题的心反逼开 由人工心反取代 真是很努力的 多谢他 他和我做手术做完就很好 什么都没有 重了几磅 打通心血管的通波仔手术 在七十年代面世 肆意西异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新技术 可以更加准确地帮助医生和病人 心血管是否塞到严重到要做手术 医生可以用冠状动物血流储备分数 来帮手判断 譬如血管这里有收窄了 究竟这里下面肌肉是否真的不够血气 FFR 就是帮助我们看血流灌注 这些心脏肌肉够不够 窄得九成 你还不做会死 另外那些很明显得两三成 你不要搞 但是中间那些 我们可以帮忙 还有多肢病变 即有几条血管都有窄 究竟哪条血管是引致病人最大的症状 我想看最不够血气是哪个位置 FFR 就是帮助医生 究竟我们需不需要去处理病变 如果决定做手术处理 就要进一步检查血管堵塞的情况 过往会用到电脑断层 或者是X光造影检查 不过影像就不太清晰 后来有更加清晰的血管内康超声波检查 不过都不及光学相干断层素描那么清楚 他可以看到血管的概化情况 手术支架摆得对不对位 有没有导致内膜出血 不过因为要用显影剂暂时冲走红血球 所以风险就比较大 例如在一个复杂的血管 打很多显影剂 病人的身体未必定得顺 每做一个检测 我们都要考虑清楚有没有风险 当然我想知道多多 但你越知道多 你就要付出代价 除了检查方法 其实连手术都有新技术 冠状动物介入治疗之所以俗称为通波仔 是因为医生会在堵塞的血管内 摆入不同的球囊 再用显影剂令它膨胀 一下子撑开血管 不过这些传统方法 就有整穿血管的风险 香港在去年年中引入新的冲击波技术 慢慢取代旧有技术成为主流 击波球囊 就是在波里面有些是盐水和显影剂 它输送一些能量进去 将显影剂和盐水蒸发 释出压力和能量 将血管壁的钙化斑块震裂 它的力度就均匀一些 而它真的会爆破血管的机会就非常微 除此之外 亦都有比较新的高速船磨疏 针对有严重盖化斑块的情况 道管的头伤了粒小小的钻石 透过高速旋转 可以将斑块转碎成极微小的粉状 打通血管 用哪种技术便取决于病人的实际情况 有疑问最好都是尋求医生专业的意见 记得订阅果仕 还要按下小钟